桃圆有一名40岁的男子 外遇被抓包 结果原配跟小三谈不拢 让他无家可归 这个男子就在小三家里 喝了漂白水要闹自杀 结果一言不合起了口角 一怒之下他抓起水果刀 往女友身上猛刺了七刀 在企图自杀 最后被救回了一命 但女友已经回天法术 用后中的木板封锁凶杀现场 桃圆传出40岁的男子 因为和小三交往一年多 被抓包产生口角 持刀刺死女方 最后还企图自杀 奸婚一命 还惊动了附近的邻居 两人口角经过 全部被募集 行凶的秋信男子 因为外遇被抓包 被赶出家门 小三也不收留 情绪失控之下 要喝漂白水自杀不成 跟女方起了口角 突然持刀朝女友连刺七刀 导致被害人当场不致死亡 随后又拿起刀子 往身体猛刺 企图自杀 最后获救 不过女友已经回天法术 他抢了两次 结果他随意就拿到一支冰蓝 他就刺杀那个女的 然后再自杀 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有 恋情意外曝光 造成小三女友惨死刀下 男方也要因为杀人罪 入肩服刑 已经受到伤害的原配 更落得全盘皆输 让人不胜唏嘘 感谢观看